各位同学,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慢慢地进入了尾声。今天我来跟各位介绍的是第13个单元,世界不是平的。后面有一个问号。 好,那么这个题目呢,对某种程度来讲,它其实就是在反省。整个的世界,如果按照Fredman的说法,它是一个平的情况。世界是平的。但是很多的情况却又发现到,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从国家自己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内部的角度来看,好像不是这样。 那以大前言一的说法,叫做这个社会啊,依照它观察日本的理解,日本已经变成了M型化的社会。咦,那是不是这样的M型化的社会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理解,去思考到像台湾,像美国,像其他的国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也能够适用。 这个是所谓的世界不是平的一种理解。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我们上课的基本的教材,这个教材是Fredman这本世界是平的384页到421页。 所以Fredman在这个地方,他也有做了一个反应性。那么在探讨之前呢,这个需要一点点,给一点理论。 我们可以知道,按照我们的投影片来看,一般来讲,我们可以理解到,理解世界,理解社会的变迁,世界的一种发展移动。 一般来讲,我们会怎么想。有人认为说,这个历史的变迁,其实已经是固定的了。它是被决定了的。 有人是相信说,这个历史的变迁,是跟着科技的发明,人类历史聪明才智的一种不断的发想,推陈出新,而使得世界,这个社会得到了发展变迁有关。 好,不管是第一种的叫做历史决定论,还是第二种的科技决定论,都有它们的支持者。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两个不同的主张。 好,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历史决定论。 第一,主张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它自主的结局。不论人类如何去抵抗,最后将会导向它原有的方向。 那这样的一种说法很明显的,在宗教上的末世论,它们的说法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它们相信这个世界最后终究要走向大审判,终究要由这个万能的主去做最后的一个决定。 那所以,如果你能成为一个上帝简选的子民,你当然在这方面,你就可以很安心的上天堂去。 像这样的一种逻辑,它有它一定的市场跟支持者。 那么,第二个,这个历史决定论它们的逻辑也是说,自古以来就有不少人去研究与解释历史发展。 认为了解历史的发展趋势就能够掌握未来的发展,也就知道什么样的趋势比较容易成功。 这不是末世论者,这是一种所谓的通过人类历史的一种规律性去发展出来的一种逻辑。 那么,现代号论者就主张先进国家的发展,它这样的一种发展的一种经验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借境。 只要发展中国家愿意学习,按照已发展国家的脚步,亦不亦去,那么日后也就可以成为已发展的国家。 好,这就是一种说法。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在这边要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就是Carl Popper。 那么,Carl Popper呢,在《开放社会机器敌人》这本书当中,他批评了柏拉图跟马克思有关他们历史主义的一个立场。 他们特别是,Carl Popper特别是针对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然后忽视了每个人在社会眼镜的民主责任的贡献上面的一种忽略。 那么,提出了会导向极天主义的风险,还有这样的一种批评。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很快地提一下,柏拉图是怎么思考的? 他的意思是说,人类最好的时代,就是在人类源出社会。 接下来呢,会不断地折损,最后走向败亡。 那么,唯一的解药就是要找到哲学家帝王,由哲学家帝王带领大家,带领人民回到过去,才有办法让乌托邦可以实现。 这是很标准的一种柏拉图式的语言,他认为最好的那种美好的远景是在最远的过去,最遥远的过去,也就是人类的源出社会。 那,所以他相信越来越不好,那么越来越不好的情况之下,如何让他变好呢? 这需要制整,就所谓的,我们翻成哲王,哲学家帝王的帮忙回到过去。 好,那么,这是柏拉图的一种说法,那因为柏拉图,各位可能也都知道, 他把人分为三类,金质、银质跟铜铁质,那哲学家帝王当然是金质都罗,没有错,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谈。 那么,马克思呢,他则是认为,这个共产主义将是人类发展的最后的目标, 那,资本主义不过是共产主义在发起之前的必然产物,最后呢,共产主义会将它消灭, 无产阶级身上的锁链会被解开,回扣到资产者身上。 好,这是马克思的基本的论点。 那么,刚刚提到,Kyle Popper对他们的逻辑都深表不能赞同。 好,那科技决定论呢,的说法则是主张,科技来自于个人发展的轨迹, 外部影响着人类,反之人类也影响着社会。 那这里头,马克思认为下层结构的发展会决定人类社会上层结构的发展, 而且是呢,无法以个人的意志来转移的。 所以让下层结构有所变动,主要就是来自生产力的改变。 那么生产力改变,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也就会跟着去改变。 那这个部分,我想同学你有初步的这样的体会和掌握就可以。 因为他谈到的社会被分为上下两个结构,上层建筑跟下层建筑, 不是上层结构跟下层结构。 他的逻辑当中,马克思的看法就是相信下层结构的改变会使得上层结构跟着改变。 上层结构的一改变,整个社会就改变,社会就像辨证法一样的, 通过正命题,反命题,最后得到合命题,不断的往前发展。 那么在386月到387月之间,我们可以来理解得到,就是说科技进步的变与不变的情况。 这个是一个同学来讨论的题目,就我们自身来讲,科技的进步能改变什么。 另外一个呢,是对自身来说,应该这样讲,就是对自身来说,科技的进步不能改变的是什么。 好,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好,那刚刚那个题目可以提供同学小组讨论的一个依据。 那么最后我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说,Fredman他在观察,他在世界的几个重要国家的旅行当中, 他发现到,让世界持续不平的问题到底是在哪里啊? 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啦。 他基本上是在谈这个中产阶级的事情。 这让老师想到了,是Barrinda Moore的一种看法。 那么Barrinda Moore他的逻辑是认为,No bourgeois, no democracy。 那么这个Fredman他在这个提出了,我不知道他们看过那本书, 可是我觉得他引用了这个中国官员的说法,某种程度上来讲, 也,我的感觉,老师的感觉,我也认为说,他或许也相信, 他也认同Barrinda Moore的看法。 那这个Fredman他在387的课本当中,他就提到, 他说他同意一位中国官员的说法, No bourgeois, no hope。 这句话很有意思。 显然这个中国官员相信, 富起来这件事情,不能够只是一小群人富起来, 应该是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才对。 所以中产阶级的出现, 对这个中国官员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可是有非常多国家, 没有办法产生足够数量的中产阶级。 那么第一个呢,是人民的健康太差,寿命太短。 第二个呢,是政府不够积极, 表现得不够良好, 那又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机制去做更换。 所以Fredman他的说法, 到了最后,我的判断,老师的理解, 是他基本上是比较倾向于相信政府的职能, 在这方面应该要扮演一定的角色。 那这当中就牵涉到政府职能本身, 政府如果按照正常情况之下, 他不是应该要定期被改选吗? 所以人民的投票的权利, 罢免的权利, 参政的权利等这个部分, 应该要被重视而成为最基本的条件。 所以让世界可以比较平坦, 有一个重要的可能性。 按照我们这样反推回来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政府要提供一定的人权, 或者是参政权给老百姓, 而且通过公开公平的方式来改选, 定期改选。 好,那么我们可以了解到, 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反全球化里头有两种声音也会出现。 那么第一个是, 我要停住全球化的列车, 因为我们要上车。 另外一种是, 我们要停住全球化的列车, 因为我们要上车。 一个是要下车, 一个是要上车。 所以这牵涉到了整个对全球化的一种理解, 是多么的不同。 那这样的一个反全球化的论述里头, 原则上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 第一个是, M型社会的出现。 第二个是, 国家之间的M型化, 也就是先进国家和路口国家的一种差距过大。 另外一个呢, 是路口国家他们的民主的前景很模糊, 不清不楚。 另外一个就是文化侵略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环境破坏的问题。 所以如何应运或扭转全球化后面的影响呢? Fredman他说两个, 一, 价值观念的改变, 第二, 也就是社会结构的改革, 来改造所谓的南穷北富的一种概念, 把这个南北关系给改变。 那么这个Fredman他就总结来说, 他说反全球化运动的力量, 一般来讲可以通过这几个, 来做理解。 第一个呢, 就是中上层自由派, 美国的中上层阶层自由派的一个反动的力量, 他们主要是在谈的都是所谓的道德性的议题。 另外一个是老左派跟保护主义分子, 他们把自己称为是第三世界的代言人, 思考的是要不要全球化的一个议题。 另外一个呢, 是一种怀旧主义者, 也就是抗议旧世界消失太快的这一群人。 另外第四种是反美分子跟某种程度的伊斯兰世界, 他思考的是为什么要全球化, 为什么? 以前的情况, 以前的步调, 以前的生活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要改变? 所以他们讨论的是这个问题, 他们要用他们的方式来过日子。 另外第五个呢, 是环保联盟以及激进的非政府组织, 他们的一种理解。 好, 他们是思考的是, 我不敢跟你全球化, 可是你应该怎么去全球化? 那个手段是什么? 不应该跟环保, 不应该跟环境的保育来脱钩, 他们是在重视这个问题。 所以不同的团体对全球化有不同的因应, 或者是抱持的, 他们的反对意见都不一样。 好, 这是我们所理解到的一个情况。 因此,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说, Fredman他就主张了, 就是让世界持续不平的问题在哪里呢? 我们刚刚提了两点, 就是第一个是人民的健康不够好, 第二个是政府太难, 职能的发挥太少了, 第三个就是他刚刚谈到的反全球化那一刻, 那个问题当中的第五点, 就是自然环境, 自然资源的一种局限, 形成的一种反全球化的一种激进团体的一种情况。 所以在Fredman来看, 他认为未来环境永续与能源的一种, 这个叫做的议题呢, 将是未来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恐怕没有一个政府能够闪躲这个问题。 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 今天在这, 拜拜。